有没有低血氧得靠血氧接量测及时掌握症状 这回血氧数据却成了恩恩的救命关键 从新北市消防局记录的生命真相表来看 抵达现场到后送医院这三个时间点 血氧数值都显示无法量测 所以除了无线电之外 似乎没有其他资料能佐证 一般来说正常血氧数值 介于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九十八之间 百分之九十四个警戒值已经需要送医 若低于九十状况就非常紧急 需要直接送加护病房 是不是在等待的八十一分钟内恩恩缺氧 造成肝损伤以及脑伤 如果他那时候血氧浓度还有八十 表示他生命迹象还有 只是有点缺氧 那所以血氧浓度八十 我们不能说他当时就没有救了 针对恩恩坝指控 新北市消防局澄清 当下救护人员有观察恩恩肤色 立即进行氧气处置 但这说法被恩恩坝给打脸 表示家里根本没有血氧机 太太也从没说过这句话 尽管现在证据一一浮现 但新北市政府跟恩恩坝仍然没有共识 TVBS新闻诚艺人吴玉雅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